HELLO 进来,进来进来 HELLO EVERYBODY,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我叫Dylan,Behind the Camera是叫Kelvin 今天我来带你看一间Pent House 就是叫做顶楼 如果你没有看那个Korea Sea的话 你就懂Pent House是什么 Anyways,这一间Pent House 是在我们Sering Heights Sering Heights 的视频我们之前有做过了 所以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在这边还有在这边 之前我们继续介绍 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 记得要订阅 这样我们现在再给你看一次 我们的这个Droneshot先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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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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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这个顶楼Pent House 是我们Sering Heights第12楼 就是整个建筑最高的了啦 我们刚才大门那边进来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Living Room 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插头全部在这里啦 插头在这边 所以你们的电视柜应该就是坐这样上去的了啦 然后 Sofa 全部就会在这一边 在这里 好的 这个就是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给你看 这个后面很大很大的 Balcony啦 走到这边来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 Dining Area 它这一边 以后可以挂你们的Chandilia啦 这个楼这边下面就是做你们的Dining Table 这里的话因为地方很大嘛 所以不一定要做圆的Dining Table 然后你们可以做那种长的 No Chandilia 坐下来 好的 这样我给你们看完了我们的 Living Room 跟Dining Room Dining Area 给你看一下我的Dry Kitchen 我们的Dry Kitchen 其实就是门口这一边进来啦 然后它是有这个水龙头 这个水龙头应该是我两个月的工钱 OK 然后这个是 Marble 的应该 应该是 Marble 好了啦 这样我也不懂要带你们看哪里先 看完了我们的Dry Kitchen 我要带你看Wed Kitchen 先呢 还是看它的房间先呢 因为这个屋子总共来讲的话 它算是六个Room啦 真正来讲是4Bed Room plus1Study Room plus1Made Room啦 不过我们就直接讲它6个Bed Room 我先带你看一下那个Wed Kitchen Wed Kitchen就是Dry Kitchen 旁边这边有一个门进来 你以为这边走出去是那种 CEG 的地方 其实不是 这个是它一个很大的Wed Kitchen 来进来吧 可能这边会比较暗一点啦 你看我从那边走进来 这里还蛮扩的 就是还蛮大的一个地方啦 OK 这个也是我们的 这个叫什么 操作台 水龙头 哇 它的洗碗盆也是很贵 OK 这样我们看完我们这个Wed Kitchen Wed Kitchen这边 你看你们这边煮东西的话 门就可以关起来咯 就以油烟就不会进到屋子里面去吧 好 看完我们这边Wed Kitchen 我转过来这里的话 这就是我们放洗衣机的地方 就我们的Laundry Area 来 在这边 擦头已经有了 水龙头有了 出水孔有了 你们就是WATCHER & DRIER 放在这边隔壁这样 做一个柜子上去 哇 就很够了 来 这边进来就是女佣房 OK啦 女佣房就是也不错的一个size 放一个single bed给他们睡 我们现在看完 我们的Wed Kitchen 跟我们Yacht 还有Made Room 现在我们就去带你看 那个三个房间先吧 它是分两边的 Master Room是会在一边 然后其他的房间是在另外一边 所以Master Room会比较多的 Privacy OK 走吧 OK 我们回到来我们的Living Room Living Room这边 这边这个走廊进去 就是我们的三个房间 我从最后面一个房间开始说起吧 哇哦 风很大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阳台 好了 所以每一个房间 都是放得到一个queen size bed 然后都会有自己的洗手间 所以我们先给你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房间吧 嘿呀 哎哟 Life will find a way 你看 我们现在在12楼耶 然后这边会有植物 可能是我的那个太浅了 其实很多可能高楼大厦都有很多植物吧 Anyway Anyway 这个是我们的风景 嗯 不懂你们看到吗 呃 这边全部可以看到那个 那个 那里是哪一个海 这边是Tanjong吗 是Tanjong吗 Explanet Explanet 我们会label一下 因为突然间我想不起来这里是哪里 然后楼下会有一个湖咯 然后每次我做gym游泳的那个 facility 会有自己在那边咯 OK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我们就看进去先 我们看完我们第一个房间 我们要去看第二个房间 哦洗手间啊 啊洗手间不需要看啊 啊这边每一个房间来讲 都会有自己的洗手间啊 来我们看我们第二个房间 哇 这个房间的洗手间我就要给你看一下 因为我很喜欢它的 砖啊 它的 它的 哇 很美耶 对 它这个房间我很喜欢 以后我要做一模一样的 我记得我在哪一个屋子也是有讲过这样的东西 Anyway 这个就是它的洗手间 房间 它的size差不多 都是可以放到queen size bag 这样我们就看我们第三个房间 这是我们第三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风景应该最美吧 因为它是直接看那个Taman Awam那边 还有看那个湖 湖 还有Taman Awam 然后这边会有自己的 一个算是walk-in closet 算是吧 它这个厕所也是很漂亮 所以我也是给你看一下 哇 美的厕所我才会给你看 我自己觉得不美了 我就不给你看了 OK 所以这边 可以做一点点wardrope 这样啦 好了啦 这样我们看完我们这一 side的三个房间 我带你去看master room 经过master room 会看到一个东西也是啦 它还有一间study room OK 嗯 嗯 这边就是我们的study room 哦 OK 不只是可以做study room啦 可能如果小孩子 有小孩子的话 也可以做play room啊 home office啊 都可以咯 它这边还不是用门咯 它是用一个sliding door这样的 OK 好的 现在是压轴 final grand finale 就是我们的 master room 了 他这个master room 很大很大啦 你看啊 他 Kingsize bed 放在这边 应该也是放在这边吧 嗯 Kingsize bed 放在这边 然后你看它会有自己的balcony OK 然后你看它全部都是窗口 OK 这边走过来 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啦 这个L shape 嗯 应该是做makeup桌子哦 makeup桌子 可以放在这一边 然后它会有自己的 walk-in closet 这一边可以做一整面墙 然后 最美的洗手间在这边 WOW OK啦 它的洗手间很大 然后它会有自己的bath tub 你如果有看我们的视频 看久了的话 都知道我很喜欢bath tub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bath tub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去hotel 有的玩bath tub Anyways 这就是我们的洗手间 这就是我们的洗手间啦 OK 我们整个master room也看完了 现在最后就是要给你看一下 我们的living room 那边那个balcony 就是最美的风景的地方了吧 Let's go 看看一下 WOW 你看这样走过去 可能你们相机背光太严重 看不到 不过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整个都是海来的耶 都是海来的耶 OK 它这个balcony 算是那种长型的 不是那种square型的 好了啦 这样我们整个屋子都已经看完了 整个pent house 就已经看完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个conclusion吧 In conclusion 我们这个serine high的pent house 它是在第12楼啦 也是这个building 最高的1楼 地点来讲呢 就是在我们hiltope Riam 这一带啦 去town area city area 大概5分钟 10分钟的车程 就会到了 所以它的路啊 是很方便的 它facility这边也有很多 会有游泳池啊 Badminton court啊 squash court啊 乒乓球啊 乒乓球啊 gym啊 游泳池全部都有 而且它们那个facility building 是在外面的咯 就不是connect to 这个building的啦 所以privacy也会比较多 如果在那边比较吵的话 也不会影响到住在这边的人 这个屋子呢 这一个penthouse来讲呢 是一个6个房间 是4 plus 2 然后是有5个洗手间 Build up来讲是很大的 是有3229sqft OK 价钱来讲 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呢 价钱来讲 现在是卖1183 就是1M 1M 100,083 我会放在视频这边 怎么说那个full amount 如果你们对这个penthouse有兴趣的话 想要viewing的话 可以在这边联络我 或者在这边联络Kelvin 这样我们今天这个video就到这里 喜欢这个video的话 记得要like 把这个video兴趣去给你们朋友看 还有subscribe to我们的channel Until next time Bye